大家好,我是時光部影片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影片的最大動力 今個星期我們想繼續講一些關於拍賣的消息 因為在11月份有幾個很重要的拍賣 其中有一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就是Only Watch Only Watch是一個慈善的拍賣 他們是為神經肌肉萎縮症患者尋求醫療的方法去研究 自從2005年到今年 總共已經舉辦了九屆 過去的八屆 Only Watch 總共籌得了超過7000萬的歐元 折合港幣是6億3000萬的 最近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因為他們的研究終於有成果 而且在2022年的時候就開始正式臨床思議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為患者提供一些有效的治療 The Only Watch 每一屆都會有很多世界各地著名的宗標品牌 以及一些制標的大師去支持 他們都會捐出一些獨一無二的碗錶 所以叫做The Only Watch 今年第九屆會由街市德The Christie's 負責去處理 這次總共有53個碗錶 有55隻碗錶 因為其中有兩個碗錶是對標的 參與的單位總共有61個碗錶 55隻這麼特別 碗錶裡面我們選了有5隻 我們覺得挺有趣和特別有特色的 想向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隻想說的是 F-Bichon FFC Blue 我們一眼看下去 這碗錶錶盤沒有指針 但有一隻機械手 原來這碗錶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的時間 即是時間是由機械手顯示的 分分鐘是由錶盤的外圈逆時針方向旋轉的分分鐘刻度 它會一個小時就一圈 整個概念是由一位叫做Francis Ford Coppola的先生想到出來 F-Bichon 負責去研究如何製作這碗錶 F-Bichon 用了一個16世紀的時候 叫做醫療手術之父的Ambrose Pair的醫生 它所發明的一隻機械手 就用來做滿錶的顯示時間的一個靈感來源 1到12點 全部都是用不同的手勢去顯示的 舉個例如一隻食指代表1點鐘 五隻手指代表5點鐘 6點鐘就只是一個手指弓 而12點鐘就是手指弓加手指尾 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一些中數 譬如由5點鐘轉6點鐘 是需要四隻手指同時在60分鐘的時刻 完全收到去顯示6點鐘 所以時間顯示的複雜和能量要求都相當高 這隻碗錶本身是一個42毫米直徑的錶殼 是用Tentanium 即是彈金屬去製造的 它的機芯是FP Sean自家生產的自動上鏈機芯 是用18K玫瑰金去製造的 這也是FP Sean 的一個特色 這次傑士德的股價是252萬港幣 到336萬港幣 希望到時會有驚喜 因為FP Sean 人氣非常旺盛 加上這隻碗錶也是很特別 所以拍賣的價錢可能會有突破 第二隻想說的碗錶是MB&F的HM10 這隻MB&F的HM10在2020年首次推出的時候 它是叫做Boo Dog 即是一隻鬥牛肩 整隻錶好像一隻動物的形態 今次這隻Only Watch MB&F做了一些改動 它將鬥牛肩的形態改成一隻可愛的熊貓 但熊貓是黑色和白色的 所以在可圓形的錶身上 我們看到用鋼和碳合金所做的錶身 是塗上了一些白色和黑色的力架 錶的前半部分的Sulfide Crystal Dome 裡面有兩個Aluminium的轉盤 代表熊貓的兩隻眼睛 左邊顯示Hour 右邊顯示Minute 熊貓當然有耳朵和尾巴 它們的分別是由Titanium和Ceramix所做的 這個碗錶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碗錶的前部分下面有一個口 這個嘴巴原本是鬥牛肩的嘴巴 這次熊貓也是保留這些尖的牙齒 根據NBNF說 因為熊貓需要咬一些竹筍 所以這些尖的牙齒對它來說也很有用 究竟這個嘴巴是怎樣去顯示動力儲備的呢 當嘴巴張開的時候 代表它充滿動力 有45小時的動力儲備 當嘴巴完全合起來的時候 代表熊貓已經沒有力氣了 要睡覺了 碗錶的後方的左邊就是有一個標關負責上鏈的 而碗錶的右邊的後方 就有另一個標關負責這個調教時間的 徐錶還會附送一套 由著名繪圖師Liyun Reparty 他繪畫的一些熊貓的動態 這隻碗錶的估計的拍賣價錢 就是港幣的84萬到126萬之間 第三款我們要說的 就不是一隻碗錶來的 原來是一個座鐘 它是由帕特菲利普捐出的 繪圖地板 這個碗錶的靈感 是來自於1923年 帕特菲利普為汽車業大亨 Mr.James Watt Packard 所做的一個座鐘 從那裏拿到靈感 這個座鐘也是一個沽本 現在就在帕特菲利普的公園擺放了 這個座鐘整個設計非常經典 我們可以看到它無論是用料 或者是一個雕刻 都是一個很傳統的風格 這個座鐘的鐘面是用蛋白石所做的 而且是油上了一些三文魚的顏色 本身這個座鐘 中學是用Stirling Silver 即是純銀去做的 它亦都有很多複雜功能 其中包括了有萬年曆 有月相 以及在中盤外圍 那裏有顯示53個星期的星期顯示 至於動力儲備方面 顯示是在中盤的正中央 這個座鐘上一次鏈可以行31天 即是一個月只需要上一次鏈 那究竟上年是怎樣可以處理的呢 原來就是要揭開中蓋 那裏六點鐘的位置就有一個小孔 上面就可以插一條鎖匙 這條鎖匙究竟是用來調校時間 還是上鏈呢 就取決於前面那組的按鈕 如果你按了上鏈的按鈕 你扭動的鎖匙就會上鏈 如果你按了越上的按鈕 你扭動的鎖匙就會調校越上 如此類推 這個座鐘的機械結構的調校是非常精準的 它每一天的誤差是不會超過一秒鐘 至於那個股價方面 傑士德估計是港幣336萬至420萬之間 不過可能這個估計是比較保守 因為我們可以看看2019年 即是上一次的The Only Watch 帕特菲利普當時捐出了一隻編號6300A Grandmaster Chim的碗錶 這隻獨一無二的鋼殼碗錶 是目前帕特菲利普最複雜的碗錶 當時它是拍到2億6千萬港幣 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保存了最高價的中或錶的拍賣紀錄 第四個我們想說的碗錶 Trader Constant的High Life Monolithic Manufacture 這碗錶我們看上去相對來說是比較斯文的錶款 這碗錶最特別的地方 就在6點鐘位置的Silicon Oscillator 這個震盪器的Occillator 就是代替了傳統的Balance Wheel和Balance Spring 即是油絲擺輪 去管理碗錶走時的準確度 一般碗錶的平衡擺輪和油絲擺幅 這碗錶大概是28,800鑽 即是可以量度1%的準確度 最快的量產型機械機心 36,000鑽可以量度1%的準確度 Fedric Constant這個新的高科技高頻率的震盪器 每個小時可以擺動288,000次 即是說每秒鐘可以擺動80次 可以量度1%的準確度 可以量度1%的準確度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令碗錶走時更加穩定 我們從碗錶的秒針 就可以看到它的移動是非常順滑的 我們完全看不到它有任何的跳動 另外一個用Silicon Oscillator 的好處就是 完全不會受到磁力的影響 它也不需要用潤滑油 所以也避免潤滑油老化 對機械結構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新的科技 今年才開始介紹的 而且Fedric Constant把這種新的科技 放在一種不太貴的碗錶上 當然是說它量產的款式 這次它捐出來的這隻Only Watch 它是放在一個41毫米直徑的 18K玫瑰金的錶殼 可以防水30米 根據傑士德的估計 它的拍賣價應該是 港幣235,000至294,000之間 最後一隻 我們想說的碗錶就是 Constantin Cheskin Constantin Cheskin 這個製錶師 最近可以說是人氣鼎盛 因為它的很珍貴的JokerDow 小丑麵錶盤 令大家覺得非常有趣和很喜歡 這次碗錶最大的特色 原來不是在那個JokerDow 這隻碗錶的名字叫做 Martian to be on 原來它是為我們提供火星的時間 這個JokerDow 它的兩個眼睛 左邊的眼睛就是顯示火星的 hour 而右邊的眼睛就是顯示火星的 minute 鼻子下面就顯示了一個半個月的指示 至於那個蝦蝦笑 弧形的嘴就是顯示火星的日期 以及它是用兩行去顯示日期的 而中間就是放了一些火星的星期 一些 symbol 在上面 火星的日曆比我們地球的日曆相對來說是複雜的 火星的一年等於地球的六百九十七日 火星的一日的真太陽時 就大概是等於我們的二十四個小時 三十九分鐘三十五秒 而一個火星的小時 是等於地球的六十一分鐘三十九秒 這隻是一隻陀飛輪的碗錶 那陀飛輪每火星的一分鐘就會轉一次 就相等於地球的六十一點六五秒 這個碗錶的錶殼也很有特色 原來這個40毫米直徑的錶殼 它是用一種叫做Bullet Steel鋼的合金去製造 Bullet Steel是俄羅斯的一個遠古的鋼材合金 據說成吉思汗的軍隊的東劍 都是用這種鋼材去鋸造的 所以這個碗錶的錶殼也是大有來頭的 根據這個傑士德的股價 它的拍賣的價錢大概是 港幣的三十三萬六千到五十萬四千之間 好了,講了五隻我們覺得比較有趣的 Only Watch 55隻Only Watch其實都各有特色 在片尾的時候 我們就為大家顯示 所有這55隻Only Watch 以及他們的股價 如果你想親身去體驗這些Only Watch 也有辦法 原來他們有一個World Tour 在10月25至27日就會來到香港 如果你去到街市德拍賣行 就可以看到這些Only Watch的拍品 好了,這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我們來看見一下 我們來看見一下 。 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